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都是陪衬 只有一样是主角 就是饺子 今天阿星来到西安的中心 就是我们的钟楼 不干别的就是吃顿饺子 大家看我身后得发肠 外地的小伙伴可能不了解 本地的朋友一听得发肠就知道 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饺子宴 其实说到饺子宴 阿星也没有吃过 但是我吃过他家的饺子还是不错的 这个饺子宴 据我所耳闻 美食美食只占到其中一样 就是美 都说它的味道不好 但是好吃不好吃 咱今天就尝一尝 其实很多西安人也是没有吃过饺子宴的 就像我们的西安人 不上钟楼 不上大夜塔是一样的 可能就在身边 每天都见 司空见惯了 走 这环节相当的好 我在这儿能直接看到钟楼 这个报件太棒了 好 我现在就落座了 菜也开始上了 我点的是一个套餐 团购的 为什么 因为便宜 这个套餐要单点的话是900块钱 我团购是616叫做神舟一绝饺子宴 基本上就是凉菜和蒸饺为主的 我点的是一个套餐 团购的 因为便宜 这个套餐要单点的话是900块钱 我团购是616叫做神舟一绝饺子宴 叫做神舟一绝饺子宴 基本上就是凉菜和蒸饺为主的 而且大有来头 一会阿星要好好介绍一下 你看这个样子真的很别致 跟以往吃到的任何火锅都是不一样的 好 现在神舟一绝饺子宴全部都上齐了 真的是太丰盛了 饺子总共有14种 中间这个花色的全部是蒸饺是12种 还有一个是正常的饺子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火锅饺子 这12种饺子为什么全部是蒸的呢 就是因为它有各色的造型 如果去煮的话 这个造型全部都煮烂了 说到饺子宴 在西安可以说是大名鼎鼎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到西安都要品尝一下 但是真正饺子店的发源地不在德发城 在阿星之前拍过的另外一家店 叫做解放路饺子馆 那家店创始了这个饺子店 但是真正发扬光大的还是在德发城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德发城有一项吉尼斯世界记录 像我面前这种花色的饺子 总共是有318种 哇 这个数字简直是太夸张了 这些饺子巧搏天工 太别致了 五花八门 颜色也是很丰富 但是刚才服务员大姐一个一个给我介绍 我是一个都记不住 因为它这个名字取得都非常好听 而且基本上都是四个字的 进水楼台先得月 咱先尝尝这个最近的 这个饺子就像一朵花一样 非常漂亮 我看里头还有玉米 我一直认为这种看上去比较好看的东西 吃起来就不好吃 这个说实话 除了皮有点硬之外 因为它是蒸出来的 刚才我们拍了半天 也放了一会 所以说有点硬 但里头的馅真的是很鲜很鲜的 吃上去我觉得应该是虾仁馅的 因为饺子花样太多了 咱一个就尝一下 再尝一下这个烧麦 这个烧麦就是普通烧麦的味道 这个烧麦里头没有肉 全部是糯米的 吃起来有点酱油味 接下来尝一尝这个绿颜色的 应该叫翡翠酱 这个馅我怎么突然吃不出来 是什么味道 让我看一下 里头应该是梅干菜 这个味道我觉得一般化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味道 好 接下来尝一尝白颜色的 这个我看的样子 也像一朵花 不知道什么馅的 这个好吃 这是纯羊肉馅 有点像羊肉烧麦 好 现在来到这个 这个我刚才很有印象 服饭大家介绍的时候 说这个是什么鲤鱼月龙门 还是鲤鱼跳龙门 长得有点像鱼 应该是非常丑的鱼 依然也不好看 大家尝一尝 老实讲 这个馅我也吃不出来是啥馅的 都是肉馅 尝过来真的很难尝出来 有细微的差点 下来接着吃花 这一路过来 不是小动物就是花 这个也是花的形状 但是我实在看不出来 这像哪个花 是酸甜味的 咬开以后我都看到 里头是西红柿 最像的是意大利面那个味道 来一口意大利面饺子 吃个新颖 没啥意思 不好吃 这个一看 就像一个小天鹅 特别的别致 可以说这里头很有意思的一款 来一口天鹅肉 这个馅 你还别说 还真有点天鹅肉的味道 开玩笑 保护动物 这个味道有点自然味 还有点像鱼肉 总之真的说不清 吃完天鹅肉 咱再尝尝鸭子肉 这个饺子 白饺百味 每一个都给你惊奇 它每一个馅都是不一样的 尝尝这个 这个是小鸭子 这个应该是白菜大肉的 吃到现在 这一步子又是鱼肉 又是羊肉 又是大肉 估计还有牛肉 反正我也分不清了 这个馅我觉得应该不是肉馅的 它既然是核桃的样子 我猜可能是核桃馅 或者是水果馅的 果不其然这个吃上去的感觉 就像吃糕点一样 有点像我们西安的另外一个美食 叫做水晶饼 纵观这么多花色饺子 我觉得做的最像的就是这个核桃了 大家看看这个像啥动物 看着像一个猴脸 但是又有点像大熊猫 这个馅不好吃 尝了一圈还剩两个 感觉看上去像是南瓜馅的 因为这个颜色非常像南瓜 紫然 牛肉 大葱馅的 这会有点凉 这个圈非常硬 口感不是很好 好 现在尝尝最后一个 这个看上去有点像石榴花 应该就是石榴花 石榴花也是我们鲜的石榴花 虾肉馅的 虾肉和鱼肉 但是还是那个问题 这会有点凉了 好 我现在把这12种花色饺子 全部都尝了一遍 坦白讲说实话 我觉得味道一般 其实吃这种饺子 吃的就是文化的传承 记忆的传承 吃一个新鲜 如果你要吃味道 来得发尝 还是尝 原原本本的水饺 好 咱现在把花色饺子品尝完 接下来就尝一尝重头戏 就是这个火锅 吃这个火锅就离不开我手里的这碗饺子 这碗饺子可有意思了 特别特别的小 这也是吉尼斯世界记录 叫做世界上最小的饺子 这个饺子叫珍珠饺 小到什么程度呢 来跟我的小拇指比一下 真的很小了 都有点像我们西安的另外一个美食 叫马屎一样了 这个火锅就是来煮这碗饺子的 咱现在要把它下进去 这个饺子非常的小 所以煮起来也很快 捞饺子也有讲究 一定要捞三个 或者是捞六个 或者是捞九个 就是我们西安人讲的 三六九往上走 我先捞三个尝尝 看起来非常的萌 非常的Q 这个汤很好喝 是鸡汤 里头的馅我几乎吃不到 因为太少了 好像是鸡肉馅的 真的很像马屎 就是两个马屎中间加了一点馅的感觉 这个锅叫什么名字呢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叫做太后锅 为什么叫太后锅呢 因为当年慈禧太后来陕西的时候 就曾经吃过这个火锅 吃完以后 他觉得非常好吃 而且很有意思 因为慈禧太后这个人 在历史上对这种吃 或者是生活用品 都非常有癖好 这个小的饺子 也是专门为慈禧太后准备的 这饺子味道是真不错 你看它 皮薄馅大 18个拽 那是狗布里包子 你看它又小又入味又飘弹 李公公有赏 然后李公公就说 老佛爷专门为您准备的 这就叫太后锅 这顿饺子宴吃了半天 咱最重要的事还没做呢 就是挑战这 这个就是他们的醋 已经全部都弄好了 倒到这个里头了 再来点陕西油泡辣子 咱老陕吃饺子就是这么简单 多来一点 到这一步才是正儿八经吃饺子的时间 吃了半天 其实我最想吃的就是这个饺子 酒黄大肉 好吃 我把这个饺子吃 我给大家的建议是 如果你想来德发肠吃饺子 还是建议吃正常的水饺 但是如果你想有排费似的请一顿饭 你就点这个饺子宴 今天阿星吃这个饺子宴 其实并不是为了吃它的味道 就是想给大家看一看 到底我们西安的有名的饺子宴 是什么样子 说到请客吃饭 现在来德发肠 请吃一顿饺子宴 都是相当有排面的事情 更不要说三十年前四十年前了 三四十年前能来德发肠吃一顿 那真的是几年也都忘不了 饺子在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 不单单只是拿来吃的一个美食 大家更享受的是一家人在一起包饺子 这种其乐融融 幸福美满的感觉 今天这期视频 阿星带大家看了陕西的饺子宴 非常的漂亮 所以说我在这里 借着这个视频 祝愿大家 像太后锅一样 369朝上走 生活能够更进一步 像这个美丽的饺子一样 能够有一个美满幸福的生活 祝愿大家鼠年大吉 合家欢乐 幸福美满 好 现在我跟摄像 就要把这些所有饺子吃完 吃完我们肯定是吃不完的 所以说吃多少就留多少 我们打包带走 千万不要浪费 恭喜大家过去年